他出國 太丟臉了 走開啦 不是 他人生的每一個步驟 都是我幫他開的 我幫他開的 買啊 買到男兵了 講話給我一刻是這樣 你從這邊噴到這邊 我要先來講的是 玉琳哥 唉唷 人生沒有你就沒有我 講話很誇張 人生沒有你就沒有我 不要那麼浮誇 而且我告訴你 人讓我講浮誇 那個人一定是 真的浮誇 沒有 因為 大家知道以前 我是從那個新聞台出來的 算名嘴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跟玉琳哥 因為有一個契機 我們錄了那個節目 錄了一年喔 然後都沒有聊天講話 錄完就走 結果有一天 我們在那個下電梯的時候 剛好 我們兩個手指都按到那個下 剛好就按到 兩個手指就 接觸 我跟你講 接觸 是我先按的 然後就疊上來 然後幫我先 我試圖要掙扎 結果他一直用力 一直壓 我把他壓住 這個是來自星星 好噁心喔 可是也看過了 也是看著這樣 對 然後壓到就尷尬了 然後那時候 玉琳哥是老大哥嘛 他就說 那要不要晚上我們吃 那就在一起吧 沒有 你先相信 要不要晚上一起吃麻辣鍋 因為會彆扭啦 所以你就必須要找 找一個 找一個話來聊 say something這樣子 say something 所以他就 邀我晚上吃麻辣鍋 那天也很開心 然後我帶了咪咪 然後他帶了咪 我們就吃吃喝很開心 然後吃飽飯 我們在聊天這樣 他就跟我說 Paul 我也看你這樣 都在那個新聞台這樣 說實話 反正都已經在目前了 就來搞個綜藝 搞搞笑嘛對不對 這樣才會那個 所以那時候就聽了他一句話 說也對也對 就開始這樣 路頭一轉以後 真的 我現在娶老婆啦 然後養家啦 買房買車啦 真的都是靠玉琳哥 他人生的每一個步驟 都是我幫他拿開的 對 完全照給你們的計畫 我說 他說當名嘴 你滿生前契約的 規劃得好好 我說當名嘴不長久 你應該利用現在這個生事 轉型變藝人 對 然後後來變藝人以後 有一點積蓄了 也分到遺產了 沒有 我就跟他說 你要該是結婚的時候了 不然他那時候沒沒笑啊 讓榴槤啊 他通常沒有想要娶咪咪的 那樣子啊 我跟他講說 你娶了咪咪 你看 你通告又多很多了 對 然後他娶了咪咪以後 遲遲歸約生小孩 我又跟他說 趕快生個小孩吧 到你通告又可以多很多了 好可憐喔 不是問號嗎 這是每一個階段嘛 完結啦 他前面有個明燈引導嘛 對 這算感人 沒有 真的沒有他就沒有我 算是 還有嗎 好友 我先講那個彥均的啦 Paul也有很感人的部分 彥均我跟他結緣是怎麼樣 以前是這樣子 他們剛出片的時候 那首什麼 麥亞彥 麥亞哈 麥亞哈 那個是年代 買到男丁了 那個年代他來錄我那個 就是憲哥你已經主持的那個 第一個 第一個外景的 那本來是說培養他們當過關機器 沒有想到他們變那個 過關廢物 廢物 你不要一直廢物 配搭的配搭 他好像很噁心耶你 就是不太會做關啦 後來就算了 然後呢 有一年台式那個 那個旋亞 告訴我說 韻哥 旋亞是一個製作人 對 黃國姐 他說我們這個 我們愛玩咖 請你來當主持人 對 我說 ONG ONG 好帥喔 那個年代就有A 那個年代有這個詞 沒有錯 那個年代有A 我那個想到我內心的感 OK 跟他認真 的感就出了 對 不要認真 聽兩分就好聽了 我認真聽 我說那個節目那麼久了 那不是彥均跟彥甫 他們雙胞胎 而且打了就是這個主訴求啊 他說韻哥 我跟你講 你不要跟別人講 他們兄弟現在已經 對 我問你騰臺 我說那 and then 韻哥 每一集都有你 你一集呢 搭彥均 下一集搭彥甫 輪流 那個時候很困擾啦 因為跟彥均 彥均就是講彥甫的不好 跟彥甫喔 彥均就是講彥甫的不好 有一次喔 到一個外景喔 看了一棵樹 那彥甫看了有感而發 這棵樹 好美喔 這個畫成畫 好有藝術的 自己的景色 如果被我哥哥看到 那個十七的傢伙 他只會想 把他鋸來賣 講說可以賣多少錢 十七 不易 然後就走了 好 你修席這麼難過 他就說 哪有可能 他就講 他就賣過了 他就被講 然後 然後彥均呢 每次就罵他弟弟 我那個弟弟喔 得了 什麼叫歌矮 任何時候都要唱歌 就已經不是歌手了 還一直無法忘懷 一直在那邊唱唱唱 任何時候都在唱 唱不停 真是的 他一講完不到算秒鐘 他就自己 他生一代 一代 他說 有歌矮的人是你啦 那真的 他說其實他很貼心 很窩心 有很暖心的人 有一次那個錄影 一大早聽我的聲音 就覺得不對勁 他說 哎唷 好可怕喔 你聲音怎麼這樣 你喉嚨怎麼了 我說感冒啊 還那個 Catch a cold 這樣子 感冒了 還要講英文 他突然呢 從口袋裡面 掏出 一盒 感冒藥 好可怕喔 阿蘇 對 尷尬 有意思耶 有意思 有意思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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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重點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芽芽還把她當作是精神 當成精神 這樣還贊助 可是我跟你講 芽芽真的把她當作精神 而且你知道嗎 她每次出門的時候 芽芽她每一天的 五天的外景有沒有 五天衣服 衣服都把她擺好 好像瘦衣 你知道嗎 真的呼好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褲子 還要這樣拉 太不管了 這個層組太穿了 就是不管哪一天往生都 我跟妳要做好準備 如果芽芽那天裡面放new bar 我跟你講她也會穿上去 她是沒有 生錯失話的話她也會穿 我老婆就是以做這個事情為樂 對 但是我說真的 玉琳哥有時候還是要自己要 想一下那個衣服的 對不起 你講話 可不可以客氣啊 你從這邊噴到這邊 沒有啦 但是這個不能怪她 對 她那個肚子看起來像花生蜜 對啦 跟那個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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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有很多那種做服裝的朋友 我跟你講他找我們去那個服裝店 他叫那個朋友贊助我們全部 可是你知道那衣服真的沒辦法穿 你知道嗎 應該就怪你知道嗎 太怪了 太怪 這邊就被露起來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生前都覺得太浮誇了 彥均 我想講你 你們那一攤 他們跟周青池那個電影 造林足球 進去搶那個球鞋一樣 他們一夥人衝進去 然後人家那個電影長說 彥均我跟你說 大家走開啦 快 走開啦 快 走開啦 人家只是站住 都站住 他搶掉人家一個月的營業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這就算 還有一點 還有什麼 來 再來 你講話也稍微顧一下尺度 不要在我老婆面前開黃腔好不好 等一下 我跟你換位子 你好 換位子 你好 換位子 那憲哥要小心喔 他要混過 因為以前我們常常 以前我們常常出遊 我們常常四個人出遊 但那個玉琳哥跟雅雅 他們坐前面 我們坐後面嘛 他們兩個開黃腔的程度 是無法想像的 你知道嗎 大人嘛 有時候小朋友的話 還是要注意一下 我跟你講 他這個人 他這個人就是直... 然後他講話呢 他沒有辦法控制音量 我懷疑他是重聽 你知道嗎 然後我跟他 他聽力不好講話才會大 跟他出去 超丟臉吃飯 丟臉 丟臉 有事到參數 那他變成是全部都滿的 我們從人潮中間走過去 然後已經很顯眼了 他就回頭說 他怎麼沒有人帶位 超丟臉 因為旁邊全部都數人 而且講話又大聲 很大聲 那個時候我就說 好吧 那我來看一下 然後我回來了 玉琳哥沒有位置 他說 我們走 還這麼嗆 沒有啦 因為那天 那兇什麼位置 那天我要請他們吃飯嘛 那我一直跟他講說 這個店我很熟 他就說不用定位 沒面子 然後那個店經理也跟我講說 玉琳哥 你來 我就喬給他 讓你有面子這樣子 結果我帶他們一行人去 沒有人帶位 那天說忙也還好 是那個店經理 他正好那個時候去棒賽 要不然店經理在的時候 絕對不會讓我這樣丟臉的 我們期待不一樣嘛 在他們面前丟臉 然後呢 來又沒位置 如果店經理在 其實他們有一個保留位 有一個包廂 那個神秘的包廂 但是你在我面前不需要 對啦 我當然是 我當然是 我當然是可以啦 對 還有一次更誇張 我們去一個 這個固執啊 吃一吃 然後因為那天人也很多 所以那個 障碍障很慢 因為說我沒事 就要這樣 他就站起來 跑去隔壁桌 他說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知道你是誰 床廟大師 你這個 糾孔要不要吃 不要 他就把他來轉換 啊 他就把他來轉換 他回來了 可以把他來轉換 你這樣 你這樣很好啊 不是 我沒有覺得 拜託不要浪費 我就跟你講 那個Paul 什麼店不找 找了一個巷子深處 他入了那個鐘頭 開了大概一百張照 所以呢 我就開玩笑的問那個 旁邊這一桌 你們菜好多喔 那個人就說 我說他輸 可以這我輸一下嗎 那什麼問題 真的喔 我就拿來盤他 大家先擋 對 擋一下 這是你用貨的表現 他就沒講 後來 那個買單的時候 我是連那一桌 全部一起買的 喔 舒服 漂亮啦 舒服 好年輕 Paul 拜託你 不要再噴口水了 我跟你講 就昨天而已 我一個領域人 對啊 他說硬哥拜託你跟Paul講 因為我每次很不幸 錄影呢 都會跟他那個 就是 同台隔壁 就坐隔壁這樣子 我說怎麼了 可是他那個噴口水 噴口水 我說怎麼樣 有妨礙你什麼事嗎 我說不是 我錄影前 濃妝夜抹 跟他錄完一場影 我整個被他卸妝 對 誰都用眼鏡 喂 欸 復原啊 錄完被復原 對啦 錄完被復原 太緊張 你也會做 來這集 等一下 蘇魯 把他面前那一缸 移過來就這樣 他太可怕了 滾到這裡了 現在海鮮粥 這沒吃 我剛剛認識了 都真的嚇壞了 我們一起去那個熱炒酒酒 我點了 我點了一盤炒飯 跟他聊半天了 我那個炒飯了 變會飯 沒有 好 每次炒飯都變會飯 後來沒多久我就學聰明了 既然每次都會變會飯 我就直接點會飯就好了 點會飯就好了 後來我就直接點會飯 結果那盤會飯跟聊半天 你又變什麼你知道嗎 海鮮粥 然後另外要訪問他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 跟他出國 太丟臉了 謝謝 這名當中第一次 人家到我去泰國 都要感謝Paul 我超好吃的 因為後來我去拜四面佛 然後也得到 真真日上 一些保佑這樣子 但是那一趟行程當中 就充滿了一些 離奇古怪的事情 先是我們在逛百貨公司 然後沒多久 有台灣的朋友 Paul給我一個人 分享過來的po文 就是有民眾看到我們 結果那民眾po文有什麼 你知道嗎 好幸運喔 泰國之情 遇到兩個名人 我遇到了沈玉琳 跟蔡明亮 蔡導演 連接一組 他真的以為你是蔡明亮 他真的po說看到蔡明亮跟沈玉琳 有像 真的有像 然後呢 真的真的有人po了 然後呢 當天晚上我們約在那個 泰國當地很有名 你不吃一點 沒有 我牙套也才 沒關係 那個海鮮餐廳呢 always都是客滿的狀態 那沒辦法那個預約嘛 我們去 就是也是在那邊排隊 在那邊等著等很久 然後呢 Paul開始越來越不耐煩了 然後呢 不小心被他看到 有一組人 插完個隊 結果Paul突然做出一個 實破天競的動作 因為他人也不高 腿也滿短的 那個椅子 我在這裡對不對 那個椅子 起碼還在桌子的外面 他不曉得哪來的一個念頭 他覺得他踢得到那個椅子 他突然喊了一聲 然後罵了一句 罵了一句髒話 然後腳 胖一踢 他腳踢那個椅子 問題是 他腳踢不大便 低空 他不能跌在地上 海鮮餐廳的地板很油 好丟臉 海鮮餐廳的地板很油 糗到爆了 沒有人趕快衝過去 導演 有沒有怎麼樣 導演 可是他現在有個毛病就是 他 我在懷疑你炫敷是不是因為 他常會這樣 有時候大家錄影 哈啦哈啦就好 你看怎麼看在講 對 完了 完了 真的完了 你已經 我們走心了 我們走心了 我們一定要聽下去 有嗎 有嗎 有一點聊聊的 沒有啦 講真的 真的走心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 你知道我們跟他聊天 聊沒幾句就是錢 對 聊沒幾句就是 你最近在幹嘛 你最近工作怎麼樣 就問很多 然後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前一陣子他爸爸的事情 然後我說那你幫我來 他說怎麼辦 好煩喔 我說你煩什麼 我說我會說 不要難過 因為每個人都有這一段 對 你就陪著他走過就好 他說 三百萬美金 反正不知道怎麼會進來台灣 哇 哇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沒有 沒有 憲哥我是講 對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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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認真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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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完了 完了 溫果 完了 完了 感谢观看